哈嘍大家好我是Taco 那在去年R15 V4發表的時候呢 有一派R15的支持者心裡就想 太棒了 R15終於更新啦 好多電控 好多口球 真香是不是 那有一派MT15的支持者呢 則是默默的等待者 畢竟他們是雙升車種的關係 防曬改呢 再來就是接車了對不對 那如今MT15 V2終於發表了 就在大家以為他要搭載上 和R15一樣的一堆電控系統 或者是呢他要改成新世代的 MT家族獨眼龍造型的時候呢 嗯沒錯一模一樣 我當時看到真的是有點難以置信啊 難道R15才是親兒子嗎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就是要來帶大家看看 新的MT15 V2到底改了什麼 那我們話不多說 Let's go 那首先外觀方面喔 就如大家所看到的 和現行販售的MT15 是一模一樣的 我完全看不出來他有改了什麼東西喔 應該就是完全沒有改啦 那這個結果呢 我個人覺得好 也不是很好 怎麼說呢 好的部分呢就是他把 MT15的霸氣外觀給保留下來了 那其實MT15原本的造型我就覺得已經夠好看了 幾乎挑不出什麼缺點啊 不管是車身的各種線條啊 或是整台車的比例喔 我都覺得已經夠完美了 那俗話說的好 沒辦法突破 那只好突變了 大家可以看到 MT09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不過 我不會說不好看 就是一個新風格要慢慢去適應 所以完整保留原本的造型 這個做法其實 挺聰明的啦 那不好的地方呢 就很直觀嘛 很懶耶 沒誠意耶 畢竟身為兄弟的 R15 V4可是從頭到尾 大改變 看看那個口袖 看看那個整流罩 看看那個尾部 MT15完全沒有變動 不免讓人有點不平衡嗎 還是 R15 V4已經賺好賺滿了喔 躺著賺 MT15就不用冒這麼大的風險了 畢竟 你沒改 人家頂多念你兩句 但你一個沒改好 可是會被噴得很慘 但 外觀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很主觀的 這樣的改動 你喜歡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 一起討論喔 動力方面呢 一樣沿用了上一代 這就沒啥好說的啊 R15 V4都沒改了 MT15肯定一樣的 沿用了舊版的引擎 是使用水冷式形成單缸引擎 和VVA可變氣門技術 排氣量155cc 最大馬力 19P 10000轉 最大扭力 1.4公斤 米8500轉 好騎好上手 非常適合新手來家喻 這邊我就不多贅述了 畢竟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如果你想更了解這顆引擎的騎身感受 歡迎去看一下 MT15的完整測試影片 在右上角 或是你想要看防曬的話 我也有做R15 V3 V4的影片 有興趣的歡迎去看看喔 看完外觀的部分 接著我們要來講配備 也就是最失望的地方 和R15 V4一樣 更新了儀表版的功能 可以連結手機App Yconnect 紀錄你的油耗 里程 維護紀錄 等等 一大堆 當有訊息 或來電時 儀表版也會亮燈通知 不過這個App 我在R15 V4 介紹影片 有提過 由於他是印度的App 設計上 也不是那麼直觀 所以基本上 可以忽略不計 使用性 並不大 那除了新儀表之外呢 就沒了 對 大家都知道 之前的MT15有分為印度製的正差板 和印尼製的倒差板 那新發表的MT15 基本上就是在印度製的基礎下 把印尼的配備給扒過來 所以多了倒立式前叉 還有鋁合金海鷗搖壁 但只有前輪有配備 ABS防鎖式煞車系統 原本以為會和R15 V4一樣的 電控大滿配合 現在完全泡湯啊 全都是幻想啊 而這次呢總共發表了 4種配色 分別是 灰紅 青藍 金屬藍 和 深黑 售價方面呢 我會以當地的價格換算過來 均落在 16萬 左右 也就是 6萬台幣上下 近來台灣大概是 11 12萬左右吧 以目前市場的熱銷程度 我相信這台 MT15 V2 很快就會有水貨商開單 但只希望他不會重新上演 R15 V4的事件啊 不過我覺得應該還好啦 畢竟改動的東西真的不大 不會像 R15那樣 真的有些差距 V3會 很想換到 V4的這種感覺 最後再幫大家總整理一下 MT15到底有哪些配備 以免還是有些人不熟 首先 外觀不變 儀表更新為 智慧儀表版 導力式前插和鋁合金海鷗搖臂 前輪ABS 側助洗火裝置 滑動式離合器 多連桿後避震 大概就是以上這些 其實看上去還是挺豐富的 不過 蠻可惜的就是 沒有像R15一樣 豐富的電控 原本以為會推出一台 MT15 SP 就和R15M一樣 看來是我多想了 或者是他還沒有發表對不對 我們可以再抱持著一點希望 好不好 那總結下來 這次MT15 V2的改款 我是覺得 還OK啦 讓想買MT15的人 不用在那邊抉擇 到底是要買 倒叉的印尼字 還是 ABS的印度字 不用現在都整合在一起了 真的是爽到新手啦 好不好 那這次MT15 V2的快訊報導 就到這邊囉 你對MT15 V2有什麼看法呢 覺得真香嗎 還是真沒誠意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也可以順便猜猜看 之後引進的價格 會是多少 那我是Taco 喜歡影片 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